我每次看兽怡红群芳开业宴这一回 在充满欢声笑语 一片公愁交错的场合 猛然看到这句诗 总有一种极被发凉的感觉 宝钗和黛玉本来是一个人 很多同学听了直呼鬼措 宝钗和黛玉话风如此不同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 尊严斋是有定评的 钗玉明虽二个 人却一身 此幻彼也 拆带为什么本来是一个 又如何形成了双方对峙 二水分流的局面 它们之间的差别 为什么是不可调和的 既然不可调和 又怎么能做到合二为一呢 拆带合一悲剧的朴实性在哪里呢 问题有点多啊 我们会做一个 拆带合一主题的系列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宝钗姓靴 而待于姓灵呢 想必大家都听过两句话 空对着山中高氏金银雪 终不忘世外先淑寂莫灵 山中高氏金银雪和世外先淑寂莫灵啊 其实还是从同一首诗当中画出来的 雪曼山中高氏沃月明灵下美人来 这两句啊来自明代贤士高企的梅花诗 他将梅花呢比喻成花中的山中高氏和世外先淑 梅花啊我觉得可能是世上最美的花了 历朝历代都有人为梅花而痴狂 我们老祖宗的审美啊真是了不得 普通人看花呢主要是欣赏花朵 但梅花之美有很大一部分啊 在于枝条也就是骨骼 所以中国文人之所以为梅花而倾倒 很大程度上呢是精神层面的 梅花经常被当成人来看待 比如说北宋的影视林布 背后人称作是梅七贺子 终身与梅花相伴 而高企呢是明代第一诗人 天才高益 因为才华太耀眼 性格又太自我不能见如于朝廷 周元璋发动了一场小小的文字语 将它腰斩于世 凄凉又血腥 这样一个清高的意识笔下的梅花 写的并不是梅花的色和香 而是在追其魂 梅花之魂一分为二 就是山中高氏和林下美人 我们先看上半句的高氏 学满山中高氏我 为什么学满山中的时候 这个高氏要跑去躺起来呢 难道是怕冷去钻被窝吗 当然不是了 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 就是东汉的元安雍雪 有一天啊 洛阳城天降大雪 积雪足有一丈深 家家户户禅雪而出 只有元安家门口呢 一直被大雪掩埋着 别人就以为元安死了 扫开雪进了他家 发现他正在床上躺着 一动不动 人家就问 你为什么不出来呢 元安回答说 大雪天的 大家伙都不容易 有很多人还在饿肚子 这种时候啊 不好出门去打扰别人 高氏卧雪啊 形容的就是 闲事的清操自首 宝柴为什么姓靴呢 我们就算是弄清楚了 雪中高氏嘛 那容我扯远一句啊 宝柴为什么叫宝柴呢 其实宝柴这两个字本身 也是有出处的 作者啊 曾经借另外一位 金柴之口提醒了我们 宝宝们还记得是哪位金柴吗 可以在公屏上告诉我 宝月十四岁生日的时候 和姐妹们哈利整天 他们玩的游戏当中呢 有一个叫舍妇 舍妇 把酒店的祖宗都拈出来了 这是古代文学青年当中 非常流行的一种猜谜游戏 在李少尹的诗当中就有 分槽舍妇 辣灯红的句子 这个游戏的玩法呢 是围绕着一个物件 一个人舍也就是 出名样 而另一个人富 也就是制作另一个谜语 来说出谜底 这个猜谜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唱一和 结果宝玉和宝钗呢 在游戏当中就做了对手盘了 宝钗偏偏就拿宝玉那块玉 来开玩笑 设了一个宝字 宝玉猜到了 而他回敬宝钗的谜底是什么呢 就是宝钗的钗字 至于这个宝玉是如何 过度到宝钗的呢 宝玉说是因为一句诗 敲断玉钗 红竹了 我每次看 收鱼红群峰开业宴这一回啊 在充满欢声笑语 一片宫愁交错的场合 猛然看到这句诗 总有一种急被发凉的感觉 宝钗的谜面是宝玉 而宝玉的谜底是宝钗 冥冥中这两个人未来的命运 紧紧的纠缠在一起 而连接宝玉和宝钗的这句诗 敲断玉钗红如冷 写的场景却是 女子因为思念丈夫而深夜无眠 所以金玉姻缘的真实场面 并不是情色和明 而是宝钗独售空房 作者还怕我们get不到啊 又让香菱捕利嘴 宝钗的名字出处呢 是李烧颖的诗 宝钗无日不生沉 这下子呢 脊背就更凉了 这首诗写的呢 是丈夫一去不复返 丈夫一个人在家里 无形梳妆打扮 本来应该戴在头上的宝钗 却在角落里面蒙沉 大家有没有联想到另一句诗呢 没错 这句诗的含义 特别像薛宝钗判词里面的 金簪雪里埋 金簪本来应该是被戴在头上的 但却被埋在了雪里面 因此之言摘批语书啊 这两句诗 寓意深远 皆非生其地之一也 比起金簪 宝钗两个字的悲剧意味就更明显了 郑字通里面这样解释 钗 妇人两骨鸡 因为钗是两骨分叉的 所以古人呢 经常拿宝钗来比喻夫妻分离 所以宝钗的下半辈子啊 就是独守空房 虽然宝钗给姐妹们的感觉啊 总是乐观向上的 好方凭借利送我上清云嘛 但是有阅历的老人啊 却能从宝钗的身上呢 感觉到不祥之兆 比如呢 宝钗制作的元宵灯迷当中 有这样两句 交手朝朝环木木 艰辛日日复年年 在中唐时期啊 中书社人贾智曾经写过一首 早朝大明公诗 引发了王维 杜甫 曾申等顶级高手的唱贺 描写了大清早 吉人爆小 群臣朝贺的场面 回到家中啊 袖子还散发着皇宫大殿上 鲜炉里面散发出来的香气 宝钗的灯迷呢 迷底是更香 而长金本身呢 就是从这几首朝省诗当中画出来的 但是却一喜原作 富丽华贵的宫廷气象 反而充斥着一片冷清落寞之气 朝霸谁携两袖烟 清天清理总无缘 小仇不用击人报 无业无凡是女天 交手招招环木木 艰辛日日复年年 光一人染 虚当兮 风雨殷勤 任变迁 宝钗时中写的是刻骨铭心的煎熬 还不是一时半刻短暂的不得志 而是年复一年 没有尽头的漫长的等待 这首诗啊 直接把宝玉的老爸贾政给看崩溃了 推出了直播间 小小之人做此词句 更绝不祥 皆非永远福寿之辈 这老爷子呢 还只是搁自己心里面想想 后来宝玉的老祖母贾母 看见宝钗雪洞一般的闺房 那难听的话可就直接说出口了 年轻的姑娘们 房力这样塑静 也忌讳 这多处伏笔都是在暗示 宝钗的最终结局呢 是非常的孤单和凄凉的 那宝钗日后生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 他的心理状态会是怎样的呢 志愿扎平宝钗 力酌炎凉 支柱甘苦 虽别离 亦能自安 宝钗两个字本身就预示着别离 而志愿扎却说他 虽别离 亦能自安 宝钗对于四大家族败露之后的 倾平寡居生活 应当还是能够泰然处置的 不会做出丧德败习有失身份的事情来 正如他这首元宵邓迷最后两句所说 光亦人染 虚当兮 风雨殷晴 任变迁 这就是山中高市的终极人设 那可能有人要问了 差于灵内带是非这一句该如何解释呢 再讲那个就扯掉点远了 我们下次单开一讲 回到作者怎么安排宝钗和黛玉的姓氏这个问题 我们再看看林黛玉这个林子有什么讲究呢 月明临下美人来 借用了隋朝赵师兄与梅仙的典故 赵师兄最后啊 在夜晚的林间遇到了一个淡庄素服的女子 与他对影 天亮时酒醒起身 发现自己先前啊 正躺在一棵大梅花树下 柳宗元这个故事啊写的就是一段仙缘 高启用林下美人来形容梅花精神当中最超义 最有仙气的那一部分 而《红楼梦》中用它形容待遇 也很符合降诸仙子的身份 林下美人的林下二字呢 还包含了一个特殊的文化鱼马 果然形容一个女性 有时候会说它有林下风气 或者有林下风质 林下二字呢 本来指代的是魏晋的竹林七贤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种 旷达散漫狂傲不羁的民事风流 但是林下之风四个字呢 偏偏是用来形容女性的 这就很有意思了 魏晋这个时期啊太特殊了 儒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大大削弱 玄老之学反而很盛行 世道很乱 民生很苦 但人的精神就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这个时期的一些女性啊 不太受到男尊女辈的道德捆绑 她们敢于和男人一样 才华横溢忠于自我 作者借用林下美人这个典故 来形容黛玉 并且让她姓林 可谓是春秋笔法 一字欲褒贬 赞美了她身上 也带有这种反世俗的才华和气质 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 这个林下之风太抽象了 不像山中高氏那样容易理解 下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以一个具体的人为例 说说林下风制到底是什么 林下之风这个词啊 最早就是用在她的身上的 她就是东晋才女 谢道运